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着音乐学习,小朋友带到乌克莉莉 来到大厨房,从比赛当中的歌曲中心来电影 在小孩头前,都没感觉害怕,也就是金钟 主任主宰来做到表演 因为在冰箱时,老师都会教到音 如何面对主宰表演的压力 面感就是乌克莉莉队,已经心理过难年的时间 参加过大四行的比赛以及表演,都得到很好的名声 这次都在全国型的乌克莉莉比赛当中 拿到第三名的心情,让全校的学生以及老师是非常欢喜 然后这一次更因为家长的配合,我们远征到云林县 有的开车,有的搭游览车,真的是蛮远的路程 然后我们不会辛苦,到那边参加比赛 小朋友各个表现精彩 他们呢,成绩很不错,获得第三名 为民间国小带来殊荣 那我们是培养,希望培养孩子 给孩子多元的一个尝试的机会 培养他多元的一个兴趣 除了在学习之外呢,能够有一个正当的一个学习兴趣 然后增加他学习的一个自信,这样子 非常有自信 随着政府,提供一个人一家的理念 学习没有放弃任何一位小朋友 让他们在兵商时,也能够用营养的气质 这也是学习未来所要做的工作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 来发展,发展更多元的一个社团 除了,当然乌克力社团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来推动 因为已经有一个历史啊,孩子在这一方面呢 他们也是学得非常有心得,然后非常有自信 呃,继续努力,希望下次能拼到第一名 就是普通这款,漏风气的精神 和这点小朋友,要让大家可以知道 整个人哪会有出头天的一天 在这里,咱们上菜红报道